从TikTok到台湾 从间谍气球到新冠源头 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议题上看法不同 而中国挑战是美国国会两党都关切 都认为是重要的议题 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全球威胁听证会 五位情报首长全部列席 听证会上不断被提到的就是中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表示 中共可以用TikTok控制用户 控制有TikTok的装置软体 而TikTok也是可以影响美国民众认知的有利工具 像是中共对台动武 美国该不该介入 美国情报单位提交的2023年度情报报告指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试图施压台湾走向统一 同时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分化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而一旦北京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 将造成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断 尽管北京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